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大家回到硬派90秒第五集 今天和大家聊聊 大家常常混淆的兩種咖啡 手沖和美式咖啡 你是不是覺得這兩種咖啡都是黑咖啡 為什麼手沖的價錢好像比較貴 美式咖啡就好像比較便宜呢 他們不都是黑咖啡嗎 就讓學長為大家解答 那美式咖啡呢 就是從義式咖啡機 就是各大咖啡店 你會看到的那種會噴出蒸汽的 很大材的機器 做出Espresso 就是超級小杯又濃的濃縮咖啡 加水以後稀釋而成的淡咖啡 那美式咖啡的起源呢 主要是因為這種比較淡的咖啡呢 在過去比較符合美國市場的口味 因為就變成一種定義模糊的統稱 手沖咖啡它使用濾杯和手沖壺來萃取 所有沖煮環節都要依靠咖啡師 那除了時間長流程耗費心思之外 也需要比較多大量的訓練 因此成本也是比較高的 那這點對於受日本影響比較深的台灣咖啡市場中 大家還是蠻習慣的 就有點類似職人精神的一種表現 那兩者在風味上呢 其實美式咖啡的風味表現比較平衡 那順口跟舒適是它主要的導向 那手沖呢因為各家流派 都研發自己獨到的風味表現 因此相對來說變化比較多 而且特色比較強 那手沖咖啡比較貴的原因 除了人工成本高外呢 除了它是因為台灣大部分的手沖店呢 它偏好選擇比較昂貴的精品豆 走高價路線 搭配剛剛所說的職人精神 以賺取比較高的客單獎 那義式店呢 因為叫快速的出杯特徵 因此常常選擇比較平價的豆子 記得讓整體的價格更漂亮一點點 沖出比較多的杯料 那以上兩種店呢 都是在商業模式下 挑選比較適合的咖啡豆 絕非唯一的鹼 那也有使用高價豆的精品義式店 那它的美式呢 可能不會比手沖便宜 那也有使用平價豆的手沖店 那價錢也很低一點 以上呢 就選擇對手沖咖啡和美式咖啡的理解 也把商業模式和風味混淆在一起囉 兩者風味不同 但是沒有高下之分 都可以做出精彩的好咖啡 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並按讚分享 希望都會為您解答喔 最後提醒 趕快訂閱學長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得到更多金木品咖啡新知 那今天的硬派90秒 就到此為止囉 好 謝謝大家 掰掰